Hello everyone, this is Ferry, it's our reveal time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学习了letter O and letter P 这两个字母的发音呀 一起来看一下吧 Tada Ostri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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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可以看到字母O的发音是不是 O O 那我们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嘴巴要圆圆的哦 O O O-O-O O-O-O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Ostrich Ostrich S says T-R是一个字母组合 它的发音是 I says I-I-C-H 的发音是 Ostrich Ostrich It's your turn 你也来练习一下这个单词的发音吧 Ostri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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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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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 那我们可以看到字母P的翻译是 P-P-P-P U的翻译是 M的翻译我们之前学过咯 Pum P says P-P Pump Pump K says K-K I says I N says N K I King King Pump King It's your turn Pump King Very good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三个新单词 还有Letter O andLetter P的翻译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Letter O的书写吧 OK now let's writeLetter O 那我们今天来学习字母O的书写 我们可以看到Uppercase O and lowercase O 那我们的大小写是不是都非常简单呀 那我们大写的字母O是占了第一格和第二格 小写的字母O只占了第二格 那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那大写的字母O占两格 第一格和第二格我们来写一个绝圈 那我们写的时候呢可以写成椭圆哦 竖长的椭圆再来练习一下 One 只有一笔哦 那小写的O是不是只占了第二格呀 那我们就要写的小一点的圆圈 One 再来练习一下 One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可以写的稍微的瘦长一点 像瘦长的椭圆一样 那是不是非常简单 但它却不好写哦 小朋友们要多多练习呀